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们大声说出来情感导师 图磊老师 欢迎您 接下来看看这一对倾诉人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 她现在越来越奇怪了 好好的一个女孩 为什么非要搞得和大家不一样呢 我不奇怪 人和人之间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她总希望我跟她的那群朋友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做好自己就行了 她不能只做自己 生活又不是只有她一个人 我知道她喜欢一个人在实验室高带研究什么的 但这不能成为她跟大家彻底脱节的理由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都说我脱节 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都没变 真正变的人是她 这不是变不变的问题 而是她这样 我真的太累了 希望她能做些改变吧 否则我们真的没法相处了 有请倾诉人上场 有请 小叔和安安 遇到什么事情了 就是这样的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过生日 然后去年呢 因为安安跟她导师就是出去做项目去了 然后就没有过 今年她就是主动提出来 说今年给你过生日吧 然后我就挺开心的 女朋友要给我过生日 我说那好 然后我说那我就提前准备一下 就是什么吃饭的地方 包括唱歌的地方 我都提前定好了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那天几点能就是有时间 她说五点就可以把她的事情都忙完 然后就定了七点钟 第二天嘛 然后到了七点的时候 我的朋友们就都来了 就只剩她一个 中途给她打了好多电话 一开始是不接直接 然后后来接了 然后接了我电话之后 就是我还没说话呢 她那边先抱怨我了 说什么 我又打扰她做实验了 说她那个什么磷酸甲理的实验 磷酸铁理 不管你铁理还是甲理 反正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实验 就迟到了一个半小时 一来了之后 就是头发油成那个样 就操成那个样 不求她穿得多漂亮吧 至少干干净净的 就是 但我也不是穿着 我的实验服脏兮兮的就过来 我也是干干净的衣服过来的 对不对 因为我做的那个实验 是磷酸铁理的那个水热实验 然后它的反应时间呢 基本上是九个多小时 我早上七点半 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实验 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实验 当天呢 是发生了一些问题 它反应的比较慢 大概七点半左右 就是实验结束 然后就拖了那个实验服案什么的 然后就赶紧赶过去了 然后没想到她要说我 什么赖利赖遢 她迟到了 其实我也没说什么 就赶紧过来 就一起吃饭 吃完饭去唱歌嘛 就唱歌嘛 总要玩游戏吧 当时我们一堆人 玩那个真情话大冒险 好 然后她输了 朋友就说 让她亲吻一下 当场她就黑脸了 把我朋友们就训了一顿 不是因为你想想看 接吻这种事情 本身就是很私密的 然后我为什么要像猴子一样 就两个人在大家面前表演 然后亲一下 我觉得 对 她当时就是这么 跟我朋友说的 就是一本正性的 很严肃地训斥 我朋友说 你为什么让我们两个 像猴子一样 怎么怎么怎么 而且就说完之后 拎着包就走了 当时就是氛围已经很尴尬了 晚上就很早就散了嘛 然后散了之后 她也没吃蛋糕 我就拿着蛋糕 我就回实验室找她去了 走在旁边 我说你先别坐了 先吃块蛋糕吧 当时她看也没看我 就说我不是 说你走吧 我已经一直在压我的火了 其实一晚上 然后当时那一下 我真的是挺生气的 然后她就把我的烧杯给砸了 当时她砸的那个烧杯里面 放的是蒸馏水 如果说那个容器里面 放的是什么盐酸 硫酸 她砸到自己 铺到自己 那受伤怎么办 算我不对 好吧 那平时呢 她平时生活就只有两个地方 就是宿舍和实验室 然后我就觉得 好歹谈个恋爱嘛 总得见面吧 然后我每次找她的时候 什么买了吃的 然后打扮好 然后去找她 就每次找她的时候 她都是穿了那个脏兮兮的白大褂 然后头发油的 感觉要低下来了 然后反正 没有那么夸张 什么叫低下来了 就是头发 头油要低下来了 对 然后就是你知道 她对于头发油 特别奇怪的理论 顶多就是因为头发可能会比较油 然后当天比如做实验 做得好晚 然后回宿舍 然后没有谁洗头 我可能今天就不洗了 顶多两三天嘛 她对于头发真的特别奇怪 她一开始就是头发油 她就扎起来 扎起来之后发现痒很难受 所以就把它剪了 剪短了之后 她发现短发更难打理 没长长一点 她都难受 然后她又流长 别的女孩子做头发 都是为了美啊 好看啊 她纯粹是为了省时间 就是方便 就是什么的 对啊 那你想想看我不可能像你的那些朋友一样 就是整天把所有的时间花在什么化妆 然后什么弄头发 又是什么光机啊这些上面 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时间省下来 去做我的专业 去做我的实验呢 你觉得吴老师这个发型如何 我觉得特别好 我洗头了 证明一下啊 说到这儿我们就关心一下 这个女孩子是做什么的 可以吧 我现在在读研 然后是男大的 然后是材料系 用一种材料形容你 你觉得你是什么材料 一种材料 油吧 油吧 油 用一种材料形容它 纳米电池吧 为什么啊 没有为什么 就个儿小 长得瘦吧 不是 我觉得你们俩有点不搭啊 你那么时尚 为什么会跟一个工科女孩子这么不搭啊 我觉得 就是他想的好看这是不可否认的吧 但是他也想改变我 就经常比如说会拉我去逛街啊什么的 你知道说到逛街我就来 你是做什么的我还没问呢 我就是在家里的一个小公司里面做做策划案什么 就是刚刚他说什么我拉他逛街嘛 我觉得女生应该都是很喜欢逛街的吧 是是是 对啊 然后我就想他天天时间是就是宿舍这么跑 我总得把他叫出来就是谈恋爱吧 我觉得女孩都喜欢逛街买衣服 我就说 你要不要什么我陪你去买衣服啊 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化妆品啊 从来都是回我 不需要 没有 然后我说那好吧那你没有 那我说我最近想买个什么衣服穿 我需要什么东西你陪我去买吧 结果他下一秒就把手机掏出来 打开淘宝 我要什么他这个我接着都能找出来 然后说你看这个不贵还包邮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淘宝的存在的意义就是 我随时随地 哪怕我现在我掏出手机 我就可以找到我自己想要的 不是你真的觉得我拉你出去逛街 就是为了买东西吗 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一个事啊 就是化学系的女生 基本上很少买化妆品 因为她们自己就是做化妆品 对啊 而且她还会拉我做指甲 吃甲油本身就是化学溶剂 然后我们姑娘经常涂的话 会导致慢性中毒 更严重的话会致癌 当时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给弄出来 然后我就问我那天女生呢 她们就说喜欢做指甲 喜欢做头发 喜欢买衣服 然后我就说我给你一个惊喜 我说你跟我去个地方 她那天可能心情比较好吧 还比说好那我跟你去 然后我就打车给她带到了 那个指甲店嘛 结果移进去之后 她看到一派人坐那儿之后 拉着我就往外走 就是她把我训了一顿 跟我说你要害死我 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在一想看 那东西本身 你如果每天待着实验室里 我为什么要图个指甲 又浪费时间 然后也很没有必要 又是我的错 好吧 那下一件事就是 说完我过生日 那再说去年她过生日吧 太气了 我觉得女孩就是喜欢小浪漫吧 然后当时她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在我自己租的房子里 客厅那个地上摆了99根蜡烛 摆了一个心 然后撒上了玫瑰花什么的 我都快把我自己给展动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不值得挺浪漫 有蛋糕 有蜡烛什么的 然后我就去实验室接她 然后接她就到家之后 一开门我心思 她不至于什么哭着抱我 但是她尖叫一下 开心的就是我也会很开心的 好 结果她第一句话说 你脑子有病啊 我这还没反应过来 那接着就跑到厕所了 干嘛 拿了个盆 啪啪啪啪啪 就把我蜡烛全给扣灭了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她家的那个客厅呢 全都是石木地板 然后她还把窗子开着 然后窗子开了之后呢 那个风一吹 蜡烛如果倒了 就会着了呀 你说的这个就是确实 我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是第一反应 我觉得第一反应 你好歹就是高兴一下 把蛋糕吃完之后 你再教育我说 你这个事有不周的地方 好歹我也弄了好几个小时啊 就当时真的就是 你忘了她是学什么的了吧 就绝望了 对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东西不安全 那我后来也哄你了呀 对不对 对 她是哄我了 就吃了一口蛋糕说 这蛋糕挺好吃 他刚才说什么安慰我什么的 你知道他就上次 我兄弟就是失恋了 他给我打电话 刚好晚上他实验也忙完了 就是你朋友失恋了 挺大一事 那我跟你一块过去吧 去了之后 我朋友就一个人就是在那儿 就是很委屈怎么怎么 我就一直在听他说 就开导他 听过了半天之后 就直接来了一句 你这根本就不是失恋 你这是一厢情愿 你别再坚持了 你们俩不会有结果的 你知道当时我朋友 就一个月就在那灌酒 都已经就快哭的那种了 就安安就啪 就给人往死里打 就那种感觉 她说完的话之后 我朋友还没什么反应 我当时就觉得 没脸再说什么了当时 没有 关键是你们知道 他朋友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吗 就是他朋友不是失恋 是什么 就是说他追求那个女孩 追求了很久 但是这个女孩就很明确的 我不喜欢你 每一次他那个朋友失恋 然后就找他们说 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 因为我挺难过的什么的 然后他们每次都跟他讲 说什么 没关系你再坚持一会儿 然后总会有结果的什么的 就每次都讲这种 可没有用的话 他说话其实这个事 就是不是一两次了 因为我亲戚 就是我叔叔 也是搞什么研究的 我也不太懂 反正跟他好像还有点沾边 我就说那你们见个面呗 安安这炎儿也快毕业了嘛 然后说以后有什么项目 或者有什么活 就可以就帮一下嘛 就约了个饭局 就把他俩都叫出来了 一开始还好好的 就是聊生活嘛 一聊的专业问题 就安安就跟我叔叔 就呛起来了 就一脸严肃 我就觉得那是长辈啊 然后我还 怎么什么事就叫了板 好像是板权了是吗 没有就是他的那个大伯 公司里面有个项目 就是希望我来做 但是我的那个东西呢 是我老师的东西 而且呢 他当时要我出来 帮他这个忙 但是我当时在上学 然后我是觉得说 我先忙好我自己的事 我不想先说 出去接私活这样的 讲到这个我才跟他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不会做的 但是我其他时候 我对他大伯就很客气 那见我爸呢 就是之前我爸来南京嘛 说请我俩吃个饭 然后吃饭的中间 我爸可能茶水什么 喝得有点多 都跑两趟洗手间 我安安就在饭局上 就说叔叔 你就是肾虚的表现 你这种动物的内脏肝脏 你要少吃 当时我爸就是笑的 就哼哼哼 就是那种假笑 然后就是说 谢谢关心什么 就是在公众场合 说一个男人肾虚 是对他多么大的侮辱吗 因为叔叔当时 点的那一桌菜 全部都是什么 肥肠 然后鸡杂 然后猪肝这种 全部都是动物内脏 然后这种东西本身 你看胆固醇就高 然后里面还含冲金鼠 我觉得我提醒一下叔叔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你可以说什么 注意身体 这种东西要少吃 真的就是说话太直了 就一点就是 人情世故都不懂 但是他跟我妈 关系特别好 为什么 你知道我妈做什么工作吗 我妈教高中物理的 哇 寒假的时候 我带他回家 就是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但是你知道在饭桌上的时候 我和我爸完全插不上话 他和我妈两个人聊得可带劲了 就是不停地在那里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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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爸就闷声就在那吃饭 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 就是以后万一你说成了家之后 一直跟孩子每天说这些东西 我感受过一次那种家庭氛围了 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就是 那聊什么呢 我妈跟她聊什么新能源 什么就这种物理上的东西 反正我是完全听不懂那种东西 但是我跟你妈妈关系搞得好 难道你应该感到开心吗 而且你刚刚说什么 为以后什么家庭氛围 什么什么东西呢 你觉得很担心 那你之前表姐 把你的侄子带过来的时候 我跟她相处得也很开心啊 对不对 对 这个倒是挺看法的 她挺会哄小孩的 之前就是我姐嘛 把我小侄子带来我家玩 小孩就老哭 然后她就走过去抱着 哄了一会儿 不知道讲了些什么物理知识 反正我小孩就突然哭哭了 几岁的孩子呀 两岁 我真的敢请教一下 跟两岁孩子 怎么给她讲化学和物理啊 我没有跟她讲这些了 我就是很普通的哄她 怎么哄啊 就会拿一些玩具啊什么的 就转移她的注意力 这是方法啊 对啊 她长相就有孩子缘 会照顾小孩子这挺好 但是她是完全不会照顾自己 我就觉得 她会照顾你吗 自己都不照顾你觉得呢 她今天的状况 应该不是一天半两天的事情 对不对 对 研究生了 研二了嘛 对不对 她还想读博呢 对嘛 我先扒拉以前的事情 你明明知道 这是一个功课女孩 你就为什么去追求她 不是 当时是在上大学嘛 你也在上大学嘛 对 然后当时是我发小 跟她一个学校 然后我就去他们学校玩 第一眼就是她抱着一个桶 桶里面堆满了那种玻璃的那种烧杯 烧瓶 甚至刚洗完 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女孩抱着那么大一堆东西 我在那边走 当时头发应该也是刚洗了 就当时我一看就特漂亮 就特干净 在我印象里面 功科女都是挺粗糙的嘛 眼镜很厚大 对 所以我一见了她之后 我当时就挺懵的 然后我接着跑过去 就把她搬了那个桶 我说你太直接了 然后就跟她聊了一会儿 然后发现她是学这个的 然后就问她要联系方式 因为之前也谈过嘛 然后发现跟女生谈恋爱特别累 你知道吗 就是完全猜不懂他们想说什么 但是跟她就不一样 就别的女生真的是女人心海底针 就是她说一 就是其实她说的是六七八九十 但是她真的是说一就是一 大学的时候真的觉得就单纯 就和她谈恋爱 真的就是特别开心 但是后来就步入社会了 接触的人也多了 就发现她不懂人情事故 就是不通情达理 当然我知道就是单纯是好的 我只是希望她能稍微地 就是会说一点话 不要每次把很多场子 搞得特别地尴尬 关键问题是 她不仅研究生要顺利读完 她还要读博 对 对吧 对 哪怕是她坚决反对 你还是想走自己的学术道路 是吧 对 等得了吗 你看你头发都黄了 不是 我担心的不是她读博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眼一眼耳完全有时间出去接工作 她读博我觉得她完全就是在逃避社会 读化学的读博很正常 我说了我不反对她读博 我只希望她在性格上什么的就做一些改变 你真要读博吗 我喜欢这个 我想读博 实验室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你 这个东西很微妙 就是 就是当你把一种燃料放进去 一种化学产品再放进去 两个人的发酵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微妙 这不就是爱情吗 你注意到她一措辞没有 把这个化学试剂和这个化学试剂 倒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开始发酵 她把她的烧杯也好 烧瓶也好 或者是化学试剂也好 当成了人你人了 你有极度的情感在里面注入对吗 对 简压面对面 听听四位嘉宾的意见 我跟你讨论一个 跟你们两个情感不相关的问题 我们去年和今年 合作了两所高校的学生 他们也是做实验 因为社会学和心理学 都是需要调查问卷来做 他们要跟我们一起合作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了解一些 学校之外的事件 这有助于他们在学校里边 更好地做研究 所以我倒有一点 你既然想做一件事情 但你不能轴在一件事情上面 这样你才能扩开你的思路 你的事才做得更好 你说化学试剂 同样是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可能还有催化剂 才能做出真正的一个东西来 如果你们两个同样是化学试剂的话 你是一个化学试剂 他是一个化学试剂 催化剂是什么呢 催化剂不应该是 彼此为对方去做一些考虑吗 彼此为对方做一些调整 这样可能才会变成另外一个化学试剂 变成你们两个觉得说 哇 我们产生了一些感觉 可是你们没有啊 我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听到你为他做了什么 就是你所有为他做的就是 好吧 我今天心情好 对吧 他让我去 好吧 我陪你去 因为我今天心情好 可能是因为今天你做化学试念的时候 你顺利了 所以你愿意跟他在一起 但是当你不顺利的时候 你就没有想过他的感受 所以姑娘 你的这种单纯 或者说你的这种值 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何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变得更好 你的爱情是要变得更好 那势必有些时候就要听听别人的感受 所以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势必要记住一条 她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直接说话的女生 如果你总是去否定她的 就会变成她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太没劲了 因为你总是在批评她 所以好好地去经营你们下爱情 但是最重要的 女孩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加一点催化剂吧 否则这段恋爱看起来那么美好 但是太过于的她一厢情愿了 因为我也是学理工的 我原来是学道路桥梁设计的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 就是你的理工的那种思维 你的逻辑性 用好了是你在女人当中 很与众不同的 因为其他女人可能偏感性一些 但是不好的就是 太擅长于动脑子 而不擅长于去尊崇自己的心 她可能就更尊崇自己的心 对吧 就是说我很感性 我想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了 生活就是这样有趣的呀 然后拍拍球 走啊我们去打球去啊 然后你会很无趣的 去 我要实验 是吧 就是你生活当中 既然需要一个很有趣的人出现 而当她出现的时候 你就用心去跟着她这个有趣去走一段 你不去走 你怎么能够享受她那种有趣呢 我觉得想跟想叔说的就是 你也要做出调整 比如说刚才你说她说话直 这一方面 我身边也有朋友说话特别直 而当我这个朋友说话特别直 去把大家伤害的时候 我会替她打圆场 所以你说她情商不够高 你的情商也有待提高 拜托你以后 不要问那些俗气的女孩子 她喜欢什么 谁也代表不了她 只有你懂 好吧 稍稍转换一下 你也多用了脑子少用点心 就融合了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是否真的适合对方 通常往往热恋时候的优点 都会变成交往后或婚后的缺点 你当初就可能喜欢她单纯 现在觉得她单调 当初就喜欢她每天黏着你 事后觉得她是见控皇 这就是一种心性的转变 你是不能保持初心爱她于爱这个 你就好好爱她就好 但是话又说 你很爱她 那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爱她到更高的境界就说 或许有一个更好的 跟你同样的功课的理性的 能彼此相同的男生 可能更适合你 因为个性不一样 真的是会有问题的 以前交过一个女朋友也是 就是我很喜欢出外活动 她就很难室内 室内我可以陪她 可是我去户外的时候 打篮球 爬山 游泳 她都不去的 这个时候就会感觉 会缺失点什么东西 可是换了一个人 两个非常默契 她喜欢我也想 然后她谈的东西我都有兴趣 那种默契是一种 另外一种更欢乐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爱只是低一点 我觉得合不合适也很重要 谢谢老师 爱情是化学反应 说几秒就几秒 感情是物理反应 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 你做化学的你也很清楚 每个化学元素 按它的活活性来排布的话 它是有一个阵列 它是属于活跃性比较高的 像甲一样 而你是属于活跃性特别差的 但是活跃性再差的化学元素 一旦碰见了可以跟它进行反应的元素 它一样会发生化学反应 你别看它现在好像一门心思就想研究 想读博 那是因为没有遇上能够点燃它的人 如果有人能够让它又爱又恨 真正地把它点燃 它会改变自己的事业轨迹 如果你们之间会产生化学反应 这三年早就有 远的不说就说你那个新鲜蜡烛 如果是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 即便有安全性的顾虑 但第一反应也一定是感动和浪漫 但它没有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们之间会量变引起质变 有 但即便有 却并不热烈 你会发现有很多感情生活当中 持久性的投入 最后终于赢得美人归的男人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丝遗憾 这种遗憾就来自于 它是靠感动 你们俩才多大年纪 但是你们居然没有剧烈燃烧的感觉 就这样 那就请到安安去觅室里 好吧 请 那也在大声台上 大声说出你现在的心声 好吧 来 请就上大声台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 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安安 我们两个也三年了 也都过来了 虽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争吵 吵架什么的 包括会有一些性格上的碰撞 但是其实大多数时间 我都是很开心跟你在一起的 我特别喜欢你 特别珍惜你 所以说才会拉你来到这个节目 希望你能做一些改变出来 我知道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对你可能还不够包容 我也会改 但是我真的 想看到你的一点改变 因为我还是不想放弃你 想继续跟你走下去 我知道你是在意我的 我也知道你是爱我的 让我再想一下吧 现场一百位观众 大家如果希望他们在一起的 请在表决切身按赞成键 大家不赞同他们在一块的话 请按反对键 321 请按见 现场只有42%的观众支持你们 但是最终得由你们自己来选择 待会会为小叔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两个选择 第一 放弃这段感情 第二 还是想争取 和密室当中的安安在一块 那密室门会打开 安安会不会从密室中出来 当然也由他自己来决定 好 来 请为小叔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